国道进程收费9月份就要上路了 那么远通的收费门价的工程却整整落后了157天才全数完工 而依照远通和高工局的合约 这个ETC年的使用率更是不到规定的七成 所以现在高工局预计将对远通开罚4亿8200万元 ETC建制系统厂商远通电汉交通部高工局签订合约 到这个月底必须达到70%的年使用率 但上个月使用率只达到六成七 估计到这个月底最高也只有六成八 远通电几乎确定违约 高工局将累计开罚高达4亿350万 但消息会却痛批罚款可能玩假的 高工局是收不到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远通电收一定会将这个罚金提到书院委员会 这个书院委员会的组成 是二分之一的委员由远通电收所推荐 引发争议的还不只是高工局太软弱 依照合约远通电必须在去年六月 完成52处车道系统门架 但实际完成只有5处 进度落后到今年4月必须达成的319处 也没有达到 如果说在一个整个政策或者是服务面都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准备好阶段 就贸然上路对民众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远通电理直气壮强调不是恶意违约 交通部也回应一切依照合约 只是让用路人好奇的是 如果一切都是厂商说的算 负责督导的交通部还要督导什么 中天新闻萨军城胡佳珍台北三方报道